第196集 乘客听了古霄的话 抬手点着古霄的额头 恨恨地说道 你个混账东西 你替小暖做什么呀 你升了官 领了双凤路 也得进去请罪了 古霄满头雾水 这样的九曲十八弯 那是他能转得过来的 乘客点着古霄的额头 对着他满眼的茫然 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当中 软软的 着不了力 只好恨恨地跺着脚 转身往宫里请剑去了 乘客进宫请剑 足足过了一个多时辰 才告退出来 皇上往后仰着 靠在靠枕上 仿佛睡着般 闭目仰着神 内侍悄无声息地上前 轻轻盖了一层家背 皇上睁开眼睛 低声吩咐道 叫人备叫 先去享殿 真哪 要去给祖宗上住香 皇上的声音越说越低 最后一句几乎低不可闻 内侍答应着 取了衣服斗篷 事后着皇上换了 在殿门口上了轿子 一路往响殿去了 皇上一个人 关在响殿里 待了一刻多钟 出来换了暖叫 也不回殿内 静止出了宫门 往福音寺去了 乘客回到家里 和父亲关在内书房 说了半天话 出来抄了 龙舟城墙上的四句诗 命人送到惠古方 在古大人文集后面 夹课上这一页 疑人的季节 总是过得太快 炎炎六月 带着一只大红绣花肚兜的阿笨 已经爬得飞快 爬着爬着 还要猛然掉头 往另一个方向 急速再爬 王妃经常被她 这猛然的转向 转得头晕 等晃过神来 那个灵活异常的小东西 已经爬出了两三步远 老太妃对于阿笨的灵活 极是满意 要不是刚出娘胎 她就给洗金伐髓 哪有这么聪明 灵活健康可爱 天下第一 绝无之一的虫孙子呢 王妃急急担忧着阿笨的安全 万一磕着碰着 哪怕一星半点的 可都是要命的大事啊 干脆又细细挑了四五个婆子 七八个丫头 补到了阿笨原本就庞大无比的 丫头婆子队伍中 李小暖闷闷闷的叹了口气 半个字也没有说 说了也没用不是 那些今年的老农 果然说得极准 今年是个风调雨顺年 北边南边都是一片丰收景象 禀报丰年的折子 雪片般的飞到皇上案头 让了了那庄最大兴事的皇上 更是心情愉悦 人也精神不少 李小暖却忙了起来 调度着银子管事 往粮产丰厚的几路地方赶着 低调地收着粮食 再悄悄地运回到京城附近 堆进库房 李小暖又拉着乘客 往个个改成了粮库的庄子 看了一遍 唯恐收来的粮食没坏了去 古云山更是忙得脚步连地 北边的腌肉等物 今年的量比去年翻了无数倍 又要忙着腌肉等 又要忙着收粮食 看着人入库 又担心着日日翻晒 没有做好 京城两这路 和其他各处地方 粮食收的还算顺利 但收的却并不多 那些大商家不明就里 却敏感异常 不过晚了几分 就跟在李小暖搅起的暗流后 出了手 跟着高价收起粮食 原本封年古剑 但这个封年 股价到高了几文钱 丰收的农人喜悦异常 李小暖却闷气得不行 他多花了银子 粮食却没能收到那么多 北地收的就更少了 几乎没有收到什么粮食 李福贵亲自跑了一趟 细细查访了几天 就让几个掌柜停了收粮 在北地大举收粮的是严家 这个锋刃只能避过去了 李福贵回来禀报了李小暖 李小暖缓缓叹了口气 这天下聪明人多的是啊 那些大商家 那些拖着同乡同气连汁 纵横各地的大小商人们 这份反应与气魄 真是令人佩服 李小暖心里微微一动 转头看着李福贵 慢吞吞地问道 那两只鹿的商人 到其他各路收粮的 必定也不少吧 李福贵看着李小暖笑着说道 少夫人啊 咱们商号原本在两只鹿商人中 制牛耳 这几年更是风生水起 耳目稍稍灵通些的 都知道是少夫人的产业 那两只鹿的商家 哪家不是紧紧盯着咱们呀 想跟着发财的 少夫人放心 咱们的管事呀 可没人冒这个傻气 敢犯了少夫人的令 只是这事 哪儿要说什么 一句话都不用说 只看着咱们这么大手笔的收粮 满粮这路 眼睛呀 都盯在粮食上了 李小暖闷了一口气 李福贵这话说的 半分错也没有 可不就是这样 是自己没想周到 这笔银子看来是挣不到多少了 李福贵看着气色闷闷的李小暖 轻轻咳了一声 低声说道 少夫人收着粮食 我大约能够 我大约能够估摸出用处来 这样也好 咱们冻得早 今年的鱼粮呀 只怕六七成 都在咱们两这路商人手里 这真要用 也不过少夫人一句话 如今咱们商好别的地方 不说再量这路 那可是说一句算一句的 李小暖叹着气点点头 这钱财 随缘随分随命 可强求不得 李福贵说的也是 李小暖慢慢挑起梅梢 笑咪咪的 看着李福贵问道 那听李伯这意思 咱们的掌柜在两这路 那可是很威风的 李福贵笑得一张脸 如同盛开的菊花 哪有什么威风啊 我和廷伯整天 跟那些个掌柜们说 人家越是敬重 咱们呀 就越是要千和之礼 少夫人今年腊月里 见了那些个掌柜 也要敲打着些 这一张仰啊 就失了份了 这是当年老祖宗的话 李小暖站起来 冲着李福贵 微微屈了屈膝 郑重的谢道 多谢李伯提点 小暖知道了 外头还要烦请李伯和廷伯 多费些心呢 跟那些掌柜和管事们说 爷的人可实实盯着他们呢 但凡有敢犯亲者 可没有第二回机会了 李福贵忙站起来 往后退了半步 长衣到底 哎 少夫人这是做什么呀 老奴哪敢哪 少夫人放心 有我和廷伯看着 少夫人放心 李小暖直起身子 让着李福贵 宠幼坐下 吩咐人 取了两大包 上好的老身过来 笑着让道 福伯和廷伯 要养好身子 健健康康的 就是小暖的福分了 这两包老身呢 福伯留一包 再给廷伯送一包去吧 平时炖个汤 泡个茶什么的 李福贵起身接过 又说了几句话 就告退出去了 古云山这边 忙着将腌肉发到各路 再收着各路各地 运进来的粮食 只忙到七月底 才算将该发出的发出 该收来的粮食 还只有一半 进了库 一半还在船上 缓缓地往京城移动着 严氏的产期 却到了眼前 古云山只好丢了手上的事 忙着细细准备起 严氏生产的鹤里来 又去了一趟福音寺 虔诚地烧了几柱高香 替严氏听了一天的平安经 七月底 严氏顺利地生了一个女儿 古云山 古云欢 李小暖三个 从听到动静 就急急地赶到谷家 和周夫人一处 紧张地守在外头 好在极顺利 不过大半天 孩子就平安降生了 小姑娘虽说不重 却是白白胖胖的 眉眼急似古笑 周夫人片刻失望后 抱在怀里 就爱不释手了 她就是生了两个女儿 再生的古笑 这投胎顺利 往后就更加顺了 还愁没有孙子 周夫人安慰着自己 小心翼翼 喜笑颜开地 将孙女儿贴身抱着 软软嫩嫩的娃娃贴在胸前 这疼爱就从心底满意了出来 李小暖仔细打量着周夫人 暗暗地输了口气 忙换了衣服 进去看望岩市去了 八月底 古家嫡长孙女儿 古清玉的满月礼 办得极是热闹 这半年多 古大人家喻雀起 隐隐成了元征朝第一的大家 古霄升了官 又吃了这天喜年间 唯一的双俸禄 自古壮元死后 颓唐了十几年的古家 重用鲜亮耀岩起来 如今古家天丁 这凑去的人自然不会少了 岩市气色极好 满面笑容地抱着小玉 出来欠着礼 和众夫人小姐们 爽朗愉快地说笑着 承贵妃也欠人赏了一对 花开如意的玉琢子给小玉 这吉祥的玉意 让严丞相夫人喜之不尽 承贵妃希望 她这个小虫孙女儿 往后人如花开 事事如意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祝福了 古家的小姑娘满月时 阿笨已经扶着东西 能走几步了 嘴里一一压压 似是而非地学着话 老太妃和王妃急着教她 叫老祖宗 叫祖母 李小暖又无奈又好笑 那个小东西 连个最简单的开口单音 还没学会呢 哪会叫祖母 这样复杂难发的音权 阿笨喷着口水 最先学会的音 是王妃的惊叫 哎呀 阿笨跺着脚 全身用力帮着忙 叫着 哎呀 这一声叫得 汝南王大喜过望 到底是我的孙子 就是跟爷爷亲 你听听 这一开口 先叫的就是爷爷 你听听 啊 哎呀 哎 这是叫我爷爷呢 乘客 看着喜得 眉飞色舞的父亲 眉梢高高挑起来 闷得落不下去 这小东西 明明是乱叫一切 哪里听出来 是叫爷爷了 要叫 也得叫祖父不是 阿笨被汝南王 高高举着 兴奋的咯咯大笑着 一声连一声的 叫着啊呀 只要一声啊呀 就有无数的 新鲜乐曲 还能出了 那个红红的门 到那些热闹无比 新鲜无比的地方去 汝南王 想了一晚上 觉得 把孙子教得 比儿子更成才 这事儿 更加重要 从阿笨 开了口那天起 调整了自己的安排 每天下午 雷打不动地 抱阿笨 出来一个时辰 房友逛街 骑马看警 准备亲自 教导阿笨 这做人知道 秋色浓重时 阿笨满了周岁 抓周看一声 这是大事儿 汝南王亲自 挑了十几样东西 出来 和老太妃 王妃 挑出的东西 一起放到了 醉盘中 醉盘中 除了常规 要放的三字经 蒜盘 刀剑 元宝等物质 还加上了 三个人 挑出来的 那堆的 高高的物质 只满的 要扑出来 汝南王府 热闹异常 来庆生 看抓周的 亲朋故旧 挤得 厅院皆满 巨大的南木 大岸上 铺了 崭新的红毡 上头 满扑扑的 放着各式物件 放在正厅正中 到了即时 汝南王 亲自抱着 兴奋的扭来扭去 看着热闹 人群的阿笨 出来 小心地 将它 放到大红基 岸上 提着一颗心 紧张地 盯着 只顾一只手 揪着一只脚 坐在那里 扭来扭去 看着四周的阿笨 挥着手 引诱着他 乖孙子 看看 这多么好玩的东西啊 快 挑个最好的出来啊 快去挑啊 挑个喜欢的 周竟然 收了折扇 点着阿笨 看着乘客 调笑起来 这小子 是像你 你看看啊 跟你小时候 一样的 愣头愣脑 乘客并不理他 只紧张地 盯着阿笨 唯恐这个一向 不按透露出拳的 臭小子 抓出一件 什么令人尴尬的 物事来 随云先生 点着一本书 满脸期待地 看着阿笨 笨小子 这里这里 看看这个 多好玩的呀 这里头可都是 好东西 来 我来拿 就这个 周竟然 失笑起来 拉起随云先生的手 哎哟 先生啊 您这可是过了 不带这样 阿笨 做了片刻功夫 用手扶着鸡案 撅着屁股 利落地站起来 根本就不看 鸡案上的东西 只眼睛亮着 兴奋地 看着满满的 挤在鸡案旁边的众人 甩着手 摇摇晃晃地 往前走去 挨个儿 打量着众人 乳男王急了 忙挤到阿笨面前 用手指 啪啪点着鸡案 哎哟 乖孙子 看这里 这里 好东西在这里呢 阿笨 顿住脚步 低头看着 乳男王的手 扫过脚下 扑扑满的各式物件 摇着头 坚定地答道 阿不 说着 看着笑得 前仰后合的众人 继续摇晃着 沿着鸡案 散着步 乳男王 闷了一口气 周景然 笑得上气 不接下气 点着乘客 只说不出话来 乘客急得 简直要跳起来 点着阿笨 威胁着 臭小子 回头也在收拾你 赶紧挑东西 快 阿笨 抬起两只胖胳膊 抓了抓头发 摔着胳膊 奔着乘客 就奔了过去 周景然 睁大眼睛 兴奋地 等着看热闹 这爷儿俩 只看谁 收拾谁了 乘客 看着急奔而来的阿笨 上身 下意识地 往后闪去 周景然 忙伸手 顶着乘客的后背 诶 站好别动 阿笨来找你呢 阿笨 一头扑到乘客怀里 腿软了软 半跪在地上 用手揪着乘客的衣服 又把自己拉过来 紧贴在乘客怀里 扭过头 好奇地 打量着周景然 周景然 眉飞色舞地 怂恿着阿笨 只管伤啊 喜欢什么去拿 别怕 想干嘛 就干嘛 阿笨 松开乘客的衣巾 兴奋地 举着胖胳膊 摇了几下 停下来 歪着头 看着周景然 仿佛 其认真地 思考了片刻 突然 转过身子 咯咯笑着 扑过去 抓住了周景然 手里的扇子 周景然 大惊 稍不留神 手里的扇子 就被阿笨 夺了过去 阿笨 拎着扇子 高高举着 好奇地 来回摇了几下 挥着手 扔到乘客胸前 冲着周景然 猛扑过去 一把揪住 周景然的衣领 点着脚尖 张嘴 往周景然 脸上咬去 周景然 哪里经过 这样的阵势 看着阿笨 口水淋漓的嘴里 闪着亮光的 小白牙 扎着手 极力往后仰着头 急得叫起来 哎呀呀呀 小客呀 快把你儿子拿走 哎呀 快快快快 周景然越脚 阿笨越兴奋 两条小胖腿 拼命蹬着 要爬到周景然身上去 脚下堆着的 各色抓周用的东西 被踢得四处飞散 隋云先生 转头看着汝南王 感叹着 这本小子喜欢活物呀 抓周 竟抓了一个大活人 周景然 好不容易 挣脱了阿笨 赔上了手里的骨扇 解下了身上的玉佩 连碧玉扳子 也被乘客墙留了下来 又答应了乘客 一对弯刀 才算把自己 从阿笨的 抓周历史里 熟了回去 李小暖的日子 忙碌着 一天天 过得极快 转眼间 就进了腊月 腊月中 周景然的小妾前世 产下了 数次子 周世敬 景王府 依着旧历 有条不稳地 办了喜事 各家不敢多 也不敢少 不好早 也不好晚地 以礼 送了贺礼过去 上上下下 规矩异常 远在南边 军中的周世元 伸长脖子 盼着春节 从过了重阳节 就一封封信 寄到成王妃处 哀求哭诉 撒泼耍赖 要回来 看望母亲和妹妹 回来过年 汝南王妃 咬紧牙 封封信 严厉斥责 断然不许 他离开南军半步 想想 到底不放心 又托母亲 静北王妃 去了一趟 汝南王府 求着 严加看管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 离开军营半步 周世元 只求到 腊月中 母亲口风 没有半点放松 大帅 盗请了几名护卫 明晃晃地 看守着周世元 和林怀叶 压着周世元 一定要他动手洗马 周世元 大哭了一场 只好死了心 每天唬哈哈地 洗着那些 怎么洗 都脏臭无比的麻痹 连洗了几天 渐渐地 也就闻不到其臭了 腊月下旬 城王带着周世兴 回到京城 城王妃 绝口不提 周世元 要回来过年之事 城王从宫里 进渐回来 就心事重重的 日夜不停地 照见着大小官员 各色人等 忙得也没有功夫 问起周世元的事 寄了灶 京城如往年一样的繁华热闹 各家各户 忙着打扫停除 为迎接新年的到来 做着最后的准备 那巍峨的皇宫里 却拢上了一层 看不见的阴影 宋医政带着几名太医 已经在宫里住着 日夜轮着 职守了好几天了 城贵妃 面容轻松如常 看着人背着 力士袋 朱翠百事 吉祥物事 心里 却如同 被手揪住一般 皇上的病 已经瞒不住她了 这个冬天 这个年 能熬得过去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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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